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简单来介绍我们任意医院秘书长的前例 他是国立阳明大学的一学士 国立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硕士 国立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博士班 他经历过国立阳明大学社会医学科助教 中华民国医房医学会秘书长 他现在是中华民国医房医学会秘书长 国立阳明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讲师 他的专长是研究艾滋病流行病学 老人病慢性病流行病学等理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任秘书长 好 谢谢红秘书长 还有王社长的介绍 今天很开心能够来到这么好的地方 来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刚刚已经跟红秘书长讲过了 为了准备今天的东西 我两天没睡觉了 准备大概一百张多一点点的换灯片 可能会讲得完讲不完没有关系 能讲多少就算多少 今天我奉命 希望能够把陈委员这个题目把它讲完 因为事出突然 也有他的原因 就是大家也应该在媒体上面都看到了 是什么样的原因 就是这个网军等等 有官员这样过世这些事情 等一下我准备会讲到 那这个问题呢 拉回来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 就把它稍微扣一下 就是医学上面这个伦理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跟政治的伦理学的 因为以前的医生就是看病 那开刀就开刀 那该治疗就治疗 那有时候想要做研究就做研究 那不知道规矩 没有标准的作业流程 那也不太懂法律的问题 所以呢 有时候呢 在照顾病人 尤其特别 特别一点是 研究医学问题的时候 就不知道轻重的情况之下呢 就伤害了病人 那甚至有时候呢 其实在战争的时代啊 然后就把敌国的民众呢 就拿来做没有人道的实验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惨痛的历史教训 那除了说德国呢 在二次大臣期间的时候 针对犹太人 那日本呢 在关东军 在中国东北呢 也做了很多不人道的研究 那美国的话呢 也一样嘛 美国在二次大臣期间呢 他们有一些阿兵哥 黑人 我等一下我愿意地放给大家看 我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背景 就说呢 黑人染上霉毒 这个传染性的疾病 那那个时候二次大臣期间 已经是有抗生素了 但是呢 没有治疗 就看他呢 怎么从一期没毒 变成二期没毒 变成三期没毒 这个样子 这么没有人道的研究呢 搞了几十年 后来才被发现 那这样一发现 就不得了了 哎呀 除了说德国 等一下我讲一下 纽伦堡 纽伦堡大神之后呢 就会有个纽伦堡的宣言 那日本当然在战后的话 这些关东军呢 做战争的影响 那也犯了很多的罪 所以也受惩罚了 那美国呢 倒是比较特别 没有任何一个人 因为刚刚讲的那个事件 你其实应该治疗别人 治疗人家 已经有药可以治疗了 没有治 没有任何一个美国的医生 医生跟科学家呢 因为这件事情下台 或者抓住 建脑里面服刑的都没有 不管怎么说 刚刚那两三次的大的事件呢 那么就让医界呢 就痛定思痛 就是要站在人道的立场 然后站在尊重生命的立场呢 那以后不管是治疗也好 不管是研究也好 都要遵守最严格的规定 那医者父母心呢 那同样的道理 一个手上握有权力的政治工作者 那当他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呢 往往影响非常深远 那么也应该呢 按照一定的伦理准则 去做他呢 应该被期望做的事情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很有意思啊 早先是医界跟法界的人学 跟政治的人学 跟人权学者学 现在呢 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政治堕落了 那要从医界这边呢 学回去 怎么样去尊重一个人 一个生命 那不能够再随随便便的 去做他呢 想要做的事情 我是稍微开一下场白 把这些题目呢 讲一下 那台湾其实 刚刚提到了 就陈伟源的 这样的情况 蓝绿对立的非常严重 我们要找一点出路 对话 看看怎么办 香港炒得不可开交 两岸的话呢 关系非常紧张 中美呢 快要打起来 已经打起来了 贸易战打起来了 那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呢 我们已经有终极的武器了 原子弹了 要鼻子轰来轰去 把鼻子都轰死掉吗 那我们杀人也杀够多了 可不可以不要战争 可不可以不要杀人 那我们在过程当中 跟我们想法 不太一样的人 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条 彼此容忍 那彼此能够和解的路 这是我今天 希望能够从 医学轮体的角度呢 看一看这个问题 然后再回过头来 看一下尊重生命这件事 我现在大方分成几点 第一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尊重生命这件事 然后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生命的体系啊 从演化的角度 亿万年了 非常非常完美的体系 那我们身体呢 只要自己照顾好 它自己可以修复 那慢慢地扬升啊 不要糟蹋自己的身体 其实身体可以用很久 它几乎我常常会跟我们 养民医学系的同学呢 跟他讲说 有啊 你看到病人进到你的房间 你们诊间里面来 你就把它想象成为说 哇一台无价的跑车 跑车呢 跑到你这边来要修理啊 你以为很开心很兴奋才对啊 那不要这个从没哭脸 就是一部完美的机器 那等着你把它修好 那如果医学呢 念得不好 觉得好难背 好难学 你一定要把它想成是上帝的杰作 你就完全就是放下你所有的成见 全部包容接纳才说 因为那是上帝神的智慧 那这么完美的机器 你要去猜测老天爷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他一定有非常深耗的道理 所以生命的话其实很重要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生命的 医学的伦理 再来讲一下政治伦理 那这边的话我就花多一点的时间呢 讲一下现阶段来讲 以科学的角度 大概理解人性到什么程度 那人为什么要大发脾气 那彼此之间一下意见不容的 就吵得不可开交 那甚至打起来杀钱 那我们确实不应该再走这样 以前的这样的路 那我觉得有机会 我等一下讲 那接下来会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呢 在西方的文明世界里面 启蒙时代里面两个大思想家 一个是卢梭 一个是亚当斯密 那他们亚当斯密斯呢 当初呢 就卢梭提出来几个重要的问题 以前叫做商业社会 现在我们叫做资本主义社会 因为真的会有很多问题 现在问题更加严重了 比方屏幕差距很大 那穷人无利罪之地 那年轻人越来越不容易找到工作 那这些问题怎么办 那等一下我会提到 卢梭当年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叫做呢 舆论的帝国 我等一下用英文文这样讲 为什么呢 因为卢梭在欧洲 因为他写的作品 被骂到臭头 因为他得罪了当道 得罪了法国的这个宗教界 法国的教会 认为他的作品大有问题 那要抓他去关 那书那要禁掉 于是他就到处要逃亡 后来是跑到英国去 他就觉得舆论啊 这样子众口塑精啊 悠惨未激啊 真的是太可怕的一股力量 就跟现在的网路 网黑一样的意思 所以几百年前就有了 古时候的中国人呢 一些知识分子 有时候呢 再嘲再野 被骂到臭头 有时候呢 这个郁郁寡欢 不得志 通通都是一样的问题 人的嘴巴就是很贱 就是爱乱骂别人 爱说人闲话 我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 这个那么多的研究 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 最后回到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说今年是五四的一百年了 当年呢 中国的年轻人呢 包括胡适啊等等 这些很优秀的知识分子 希望能够靠两个西方的文明结晶 一个叫德先生 一个叫赛先生 德呢是这个democracy 就是民主 另外一个赛先生 science 科学要来救那个时候的国家 现在看起来一百年过去了 还不太够的样子 一定要加人文 那没有这样的人文素养的话 你空有技术 那空有一个政治的体系 你也运作不来了 就是说你看我们其实 我们的国会乱七八糟 随机抽样呢 任何一个民众呢 上上去 才移民可能意外 可能都当会比较好啦 平常讲是这样的啦 就是我们的行政也好 立法也好的话 都有很多怠惰的地方 那怎么办呢 可能跟素养不足有关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这样 那这个生命的演化 其实刚刚讲的 就是很久了 亿万年 那非常完美 那么我们人呢 其实是在这个演化书上面 比较高的位置 在这边 这个可能图比较小 没有关系啦 就在这里 那这个生命的演化呢 可能是创造论 可能是演化论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有那么丰富的 完美的这样一个生态系 生命体系 但是现阶段来讲 也遇到大麻烦了 你看现在的澳洲 雪梨烧成那个样子的 本来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现在都几乎已经快要不能住人了 那都是跟全球气候暖化呢 变迁有很大的关系 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样的问题呢 给解决掉 至少控制它 不要再恶化下去 那台湾的情况呢 也是一样 就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排放 汇氧化碳 那很多这些能源政策 看似呢 是有问题的 那民众呢 得到肺癌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都跟直接 间接都跟空气呢 环境污染破坏有关 好 那人类经济的发展 因为这个图有点小 那么看不清水也无所谓 就是说很短 离刚刚说的那个 亿万年 那慢慢的这个时间走来 比较起来的话呢 人类的制度结构 不管是经济的 或者是政治的 社会的 都非常非常短 路了几百年 那当然如果说 拉长一点点到农业社会 鱼羹可能久一点点 但是呢 真正大量的 社会变迁啊 改善啊 进步啊 是在最近的两三百年而已 那你看跟生命的演化体系 时间走来讲 那差别非常大 那这个是BBC 英国广播公司 他画了一个图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全球的 这样的一种环境的冲击呢 我们还能支撑多久呢 是继续往上走吗 还是要跳矮了呢 跳悬崖 这真的没人知道了 那你如果去看一下警讯 澳洲的情况非常严重 台湾的话 现在似乎呢 台中火力发电厂 如果要 线煤要燃烧的话呢 可能说不定冬天 还在这个没有要开冷气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可能就有用电的缺电危机了 那明年的夏天的话 大概就是更不得了 这问题都非常严重 那下面这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民主的民主化的浪潮 那我们台湾大概是第二波到第三波之间 那民主化的国家呢 就数量就往上走 那第三波最后一波是东欧共产世界 那么柏林会墙倒塌 所以有一大波呢 一些原来是比较集权的政权呢 就慢慢变成民主化的国家 当然跟我们切身最有关系的是中国大陆 那他呢 比较特殊 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他的近况 跟大家报告讨论一下 那这个是战争 二次大战以后 是件人发生的事情 那我花了很多时间把它弄出来 台湾是在这里 白色恐怖时期戒严时间非常长 那这个跟中东五次的战争时间呢 比较起来差不多时间 韩战在这里 越战在这里 柏林围墙唯一的时间在这里 我们的时间都还比柏林围墙要来的长 最近的两次战争都跟美国有关 一个是阿富汗战争 一个是伊拉克战争 小英总统呢 在2016年当选总统 现在竞选连任 看起来是一帆风顺 那非常非常多 当中非常非常多的大小战役 那我们人打仗真的打够了 不要再打了 那我等一下会再讲一下说 现在看起来 应该大规模的冲突 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小 我认为是这样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我的理由 好 今年也是美丽岛四十周年 那这是前几天台大的校长管中敏 跟施敏德先生合照了一张相 这个非常有意思 因为前几天是施敏德先生八十岁的大寿 这样 所以这个管校长就跟他 就是参加他的这个寿宴 那我要跟你讲 当年四十年前 他是嬉皮笑脸的 进入到法院 当时面对的是唯一死刑 就是叛乱罪 那在那个时候还是戒严时期 他为什么这么谈笑丰盛 其他的人 你看其他每个人都苦花脸 这个是这个 这个张俊宏 这个黄信介过世了 然后呢 这个陈菊躲在后面 然后呢 姚家文在这里 施敏德 那吕秀莲在这里 那联黄轩在这里 那大家宣 还要道庭接受 只有他嬉皮笑脸 你们可能看得清楚看不清楚 无所谓 我要讲的是 这样的一种人性 你可以从思想家的作品 或者等一下我会介绍到的一些 医学的研究 科学的研究 脑科学的研究 认识心理学的研究 知道一下说人为什么会这样 我现在念一段 亚当史密斯呢 对人性非常非常精准的描述 这样的描述 是出在他的国父论的另外一本书 非常有名 他自己非常看重 叫《道德情感论》 那这两本书呢 我认为是 等一下我会介绍到 就是他在教导 苏格兰的贵族子弟 约莫大概就是国一国二的小矛头 就上这么深的课了 为了让他们了解人性 了解人性 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 会发脾气 会责备人 在什么情况下 他做的事情是好事情 我们要赞美他 从这个角度呢 出发去理解人 那人是这样子顺其自然的 用这样的赞美跟责备的话呢 在这个基础上面建构起来 适合人性的法律跟政治制度 再加上另外一本巨作 《经济学的国父论》 就可以一把以天剑 一把屠龙刀 就可以治理天下 那这个是亚当史密斯他的讲法 那你来看一下他怎么描述 他说有些人呢 志愿抛弃生命 以谋取某种 以求取某种 他们今生在于无缘享受的民生 那他们的想象力 请注意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他们的想象力呢 提前感受到别人呢 会在他死掉以后赞美他 这样可以了解吗 就是施明德已经开始在想象中 我如果死掉的话 你们一定会很同情 很称赞我的勇气 所以呢我就提早呢 想象说有很多人在 是这样子才能够从容就意 从容就意的人都知道 他心里面的心理建设 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有人根本不怕死 那他们永远呢 也不会感受到那种 实际上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那种轻变跟赞美的情绪 但是这样的情绪呢 他是用想的 就在他的胸中 去鼓动震荡 鼓动震荡 让他们心中赶走 所有面临死亡的恐惧 浑然忘我的 去完成人性 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伟大的事迹 讲得真好 那这个是亚安史尼斯 在《道德情感论》里面所写的 那今年呢 也是洛曼蒂登陆的75周年 这样的一种战争 那么大规模 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跟你讲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你看 几十万的部队在调动 几千艘的战舰 那么多的部队要调动 怎么可能会没人看见呢 科技进步了 雷达进步了 人造卫星进步了 我们不太可能说 敌国呢 有那么大的军事行动的时候 我们完全没有察觉 老共也没有任何什么风吹早动 我们早就知道了 要提早防范 虽然台湾海峡没有那么宽 但是呢 我们有时间做反应 你也要让对方安心 那对方也要让我安心 那现在因为科技的进步的关系 互相监视 那么彼此呢 意图都非常清楚 那所以呢 你们如果有时候会听到说 啊 中共战机又飞过什么台湾海峡 你一骚过来 那也有什么关系呢 一架飞机就是来玩一玩而已 如果你一个中队过来 那当然就不一样了 那我当然就会非常清楚 知道你的军事意图 所以因为技术的进步 我可以了解到对方的意图 所以这样的一种 偷袭式的这种大规模的战争 已经结束了 那监控无所不在 就这句话 就是我们科技已经进步了 那所想知道的东西都知道了 只剩下我不知道要 不知道什么 就哪些东西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东西 这很麻烦 那这个是 unknown unknown 只剩下这个 这个是罗马基登陆 既然大规模的战争 大国之间的战争 机会很低了 那可以和平吗 有机会 那和平的战争 和平是谁先讲的呢 是康德 那德国的大使 他这样讲 他说如果每个国家都是共和国的话 就会有永久的和平 为什么呢 因为共和国的民主领导人 会倾向向选民负责 选民没有人要去打仗的 那他要承担战争 所带来的损失的话 是责任重大 那政治家也会倾向于 把对外的这样的外交关系 把它建构好 用讲的就好了 用嘴巴讲就好 不要用手去打架 那么来缓和一下国际紧张的趋势 这样的一个说法 柯文哲先生 他讲一句 我觉得很佩服他 他讲对了 当一个总统的人 就是要避战 我让他讲的对 他当然在批评小英总统 其实三不五时间戳一下劳贡 让他发笔棋 其实没有必要 因为民主国家的领袖 其实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要避战 反核子武器的诺贝尔奖得主 历年来有五次 七个单位或个人获得 为什么要搞那么多次 因为太恐怖了 那个叫做互相保证毁灭的终极武器 你一射过来我一射过去 大家都一起死算了吧 有那么笨的人吗 要搞这种事情吗 真的以前曾经差一点 就闹出这种 核子武器互相攻击的事 那当年呢 日本人吃了两颗原子弹 是因为原子弹 他们还没有做出来 只有美国人先做 所以先哄女的再说 那这个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那不管怎么说 因为双方现在 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那么多 那再也就拿来下下对方的 让自己安心的 那你如果真的要丢过去的话 人家也丢过来 那大家一起死吧 那我认为技术进步到这边 非常吊诡的 我们有一个互相毁灭的武器 竟然让我们和平 很吊诡吧 确实是如此 好下面呢 我所要提的不是民主和平论 我认为是科技和平论 因为你尽量到一个程度 我能够监控到你 我也可以毁灭到你 你可以毁灭掉我 大家不要搞了吧 我们彼此和解吧 除了终极的武器 除了卫星的监控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做什么呢 叫做智慧型手机 每个人手上拿的 支通讯呢 这样的一种 在过去五年十年 大幅进步的这样的机器呢 每个人都变成是一个记者 每个人都可以记录你所见所闻 上传到全世界各地的人 都可以收到的云端里面去 你可以把你身上 周边所发生的事情 及时的记录下来往上传 所以你仔细去看一下 香港的反送中 每个人都拿一只手机 在这边呢 即便看起来非常火爆 我告诉你 暴力巨演戏 知道吗 因为呢 你怎么可能在众目睽睽下 你杀人呢 你不要火了吗 你不怕被人家乱棒打死 你看到哪一个人 在街上会强暴人的 不可能是 对不对 你要犯众怒到这种程度 每个人眼睛那么大 他在看着你敢做坏事 不可能是 所以呢 他们就做做戏吧 但是呢 有时候情绪来的时候 真的会失控 就是这样 怎么可以烧人呢 另外的问题 你香港警察怎么可以拿实弹呢 不可以 你再怎么样都不能杀人 这是我们现阶段来讲 因为呢 时代不同了 那大家众目睽睽之下 你不能做这种伤天害女的事 以前杀了没人知道那就算了 现在大家都看得到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就会让大家非常愤怒 如果香港警察敢杀人 我告诉你 老共说不定政权都有危机 确实是这样 因为国际就抵制你 那贸易禁运等等这些事情 就影响会非常深远 因为那种愤怒是及时的 我因为很抱歉 有一张照片还是没有 大家可能都看过了 因为准备实在来不及 漏掉这一张 欧洲对于难民广开大门 欢迎他们到欧洲里面来 很重要就那么一张照片 一个小男孩 叙利亚小男孩 死在土耳其的海滩上面 你们不晓得没有影响 大家看了真的彻影之心 就觉得很不忍心 你们赶快来 你们赶快来 你们那么辛苦 那逃命的 连小朋友这么心 这么可爱 都死在这个海边 非常可能我们愿意借笼包那里 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人就是很容易的 有彻影之心 但是我们人的心里面 也有魔鬼的 我等一下会稍微讲一下 这个内容 其实是我们人 是神魔的并列的 好 那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四川航空 在去年发生的事情 是十世级的迫降 这样 这个机长太厉害了 很牛 这样 就是你看这个飞机 已经烂成这个样子 那个驾驶舱 驾驶板 那个机器都摧毁掉了 前面的挡风波里也没了 听说副驾驶 都跑到飞机外面去 挂在那边 开得下来 没人死 送一点点轻松 这真的马上 上演了 叫做中国机长 我听说票房卖的很好 因为太激励人心了 太棒了 你看救人 救人那么多人 人家访问他 电影里面的演员也这样讲 他说他在训练的时候 就是三大信念 第一个要尊重生命 就是这个 要敬畏生命 第一个要敬畏你的职责 第三个要敬畏你的规章 你要按SOP 这样 OK 好 如果你第一个是重视生命的话 那很好啊 我们大家就有的谈 虽然你的政治体制 跟我的政治体制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尊重一条生命 是无价的这样一个价值观点 跟我们一样的话 我当然可以跟中国道路 好好坐下来谈一谈 我们应该怎么办 可以找到一条路 不要再杀人了 不要再战争了 不是吗 诚实 人常常有时候不老实 奇怪怪的动作 一大堆无奇不有 哪些方法可以防堵不诚实呢 有实质效果呢 实戒吗 写个发誓的誓词吗 还是牵加什么容易规章 挂一个什么千眼观音的佛像 我告诉你 通通都有效 尤其是眼睛的千眼观音 有效 你看一下这个研究很有意思 但是研究是怎么做的 我稍微说一下 因为那个图有点小 它是摆一台咖啡机 就放在墙角 然后你要投币式的 自助式的 然后你要喝到就头十块钱 一杯举例来说这样 那它的这个墙 墙壁上面有贴个海报 海报都大呢 不是很大 只有15公分乘3.5公分而已 很小 那第一天贴什么东西呢 贴一双眼睛 哎呀贴一双眼睛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个好像红秘书长眼睛很大 结果呢 投钱的人很高 第二天呢 他把那个一双 那个红秘书长眼睛把它换掉 换花花草草 没人投了 没人看钱 我干嘛要投 所以你看投钱就变少了 第三天再换一双眼睛又增加了 换草又少了 换钱换眼睛又增加了 你看人就是这样 就算是一个海报 不是真的人在看你 你也会循规蹈矩 很有意思 对吧 人不是就这样吗 你知道有一个妈妈很有意思 就是因为她的小朋友要断奶 然后因为长牙齿 然后一直咬着她 这个妈妈的乳房就会受伤 就搞了半天这个小鬼就是不想要借奶 那怎么办呢 那个妈妈很聪明 隔天那个小孩子就借 在她胸口 挥一双大眼睛 这样一看 哎呦不敢吃 就是不去借 隔天她就不敢吸 妈妈的奶 你们有人在看我 这样 这个很有趣 刚刚我在来的路上也很有趣 就是一对夫妻呢 带着两个小朋友要过马路 老大乖乖的老二在那边哭 这样 我就对着那个老二 看着他一眼 他就 这样 就突然不哭了瞪我一眼 这样 如果你在那边使坏 不是有规矩 人家多几个人看着你 小朋友都乖乖的 跟他们大人 人怕被看 君子要盛其毒 拭目所事拭手说止 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是书本上的内容 拭目所事拭手说止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德国也一样 德国买公车 买票上车 搭火车 搭地铁 全部没有人在收你的票 也没有像我们捷运这样 要嗶嗶嗶嗶 根本没有 你进去就进去了 但是他会查票源 随机抽查 查到的话 你没有买票 就来搭公车 或者是什么捷运的话 罚好像要五倍还是十倍 那他会提醒你 他用写字的吗 写字就没效 画一双大眼睛 很有趣吧 这种人性是普遍性 大人小孩都怕人家看 那如果你有做亏心事 那人家看着你 你就心虚了 那你如果不想要 让人家指责的话 那你就寻规蹈矩 乱丢垃圾呢 不因为断来刚刚讲了吗 乱丢垃圾 你看我如舟 在柱子旁边挂一根 神明有在看 不能乱丢垃圾 真的不敢到 就这一章而已 很有效 讲真的 人性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只要有人看着你 你就不敢 唯非作歹 所以 所以各位朋友们 应该就知道我刚刚讲的意思 如果每个人都拿着手机在照着你 你怎么敢做坏事 不可能的事 国家也是如此 警察也不敢乱打人 就是这样 好 那下面这一章是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发展 这个是 虚线这一条是他们的 农村的这个GDP 这个生产毛尔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就涨得很快 那这个是他们的初死亡率下来 但是这里 崩一个上去 哇 吓死人 这个跳上去 那个是什么呢 三年的大饥荒 中共呢 在那边呢 曾经闹过乱七八糟的这个国家政策 搞死了一堆人 那饥荒呢 三年死掉很多人 这个是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 那这个呢 是小朋友的这个初死亡率也是往下走 但是呢 刚刚那个跳上去一样是饥荒 就上了 那这个有一些 这个这个盛行率啊 或者是这个使用这个门诊的次数啊 就逐年这样增加 那现在这个是蛮有趣的 虽然都是英文啊 没关系啊 我稍微讲一下就可以了 字也有点小啊 抱歉啊 这段中间这段时间呢 这段时间这段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就在这里 这一块 死伤惨重 就这一块 然后在这里呢 开始经济改革开放 结束之后邓小平上台了 然后在这里呢 有一段呢 我要特别把它画下来 这是中国农村医疗照顾体系 这个呢 是把它商业化了 以前他们有赤脚医生制度 后来呢 取消掉了 然后现在呢 农村呢 看病呢 要自己花钱 他慢慢的呢 是商业化 我这买个伏笔 等一下呢 我会讲回到台湾 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比赛 台湾的制度呢 最让一般老百姓满意 有信心的 就是我们的健保 我们的医生啊 真的是尽心尽力 护理人员 尽心尽力 那有的真的都 有时候有些医生啊 早上的诊间啊 看到下午三四点 还在看 连午饭都没有吃 这是真的啦 那所以在旧的 市民朋友们 如果你以后 陪这个亲戚 然后自己到医院里面 门城去看诊的时候 请真的有点耐心 那谢谢医护人员 那么辛苦地照顾 我们国民的健康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这个 好 那再来来 经济改革开放 去中心化 就开始呢 授权给地方政府了 尽量去发展经济 这是中国 大概在 1949年 就民国38年到大概1980年代 左右这个时间的进程 是这样 好 那接下来很快 刚刚讲的是前一部分 现在就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医学的伦理 这个很简单 那这个医学的伦理 这个医师试词 其实是跟人体研究是扣在一起 一个是治疗 一个是研究 那这个是我们阳明大学 在四年前 阳明大学三年级的同学 要加袍 就要穿一件医师袍的时候 那他们的试词 我只有框中间有一段话 他说我不容许任何 你不同的宗教性也还好 不同国籍 不同种族 政界 政治立场 或者是你的身份地位 那的考虑呢 那介于我的职责和病人之间 有时候病人呢 在其他这些条件的话呢 那我不会列入考虑 你有什么病 我当然就治疗你 是这样消化典离 这是2017年瑞练瓦的宣言 这是现代版的 希伯克拉提斯的誓言 那我们医学系的同学呢 在加袍罗斯也是用这一份 我把它特别用红色画起来 多了一个底线这个部分 等一下我会讲 性倾向 同性婚姻过了 在台湾 是专法不是民法 很多人呢 其实非常非常厌恶 恶心的样子 男男想的这鸡皮疙瘩就掉满地 那还让这样的一种社会的乱象 然后呢 还让它保障法律地位 这个我等一下会讲一下 还花一点时间讲 那让大家知道一下 对不起 我把手机关掉 好 这个其他的东西都一样 好 那纽伦堡公约呢 就是刚刚讲了 因为德国在二次大战期间呢 纳粹做了很多 产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那之后呢 经过大神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规范 你第一个呢 你接受研究 你让人家自圆 你怎么可以强迫人家呢 然后呢 一大堆 我就不再一一细念了 如果呢 有发现任何可能导致受试者 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发生马上要停止 那人家说不要做了 你也要让人家不要做 一大堆 就不在这边细讲 就是大概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告知同意 人家要自愿才行 OK 好 下面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美国的梅毒的研究 他是1932年就开始了 搞到1972年 搞了40年 没有给人家吃药 你就看着那一期梅毒 二期梅毒 三期梅毒 还有做轮椅的 可以这样吗 就是因为他是黑人吗 他这些都是美国黑人大兵 都是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真正的故事 还被拍成HBO的电影 那当年这个事情 就调查了非常久 那 那个时候的总统 柯林顿 代表美国政府 跟这群病人 还有家属到情 1997年的事情 没有人抓到电脑里面去 No one in jail 没有人 那因为这件事情 后来就成立了一个 国家的研究法案 那研究法案就非常非常严谨的规范你 如果要做人体实验的话 要怎么样的申请 研究计划书 那要保障病人的安全 影视权各方面等等 细节我不在那里讲 这是尊重人权的医学伦理 非常重要 那这个呢 因为刚刚讲到 有那么多黑白种族问题 然后呢 黑人其实受尽白人的折磨 那不信任 所以呢 这位曾经是欧巴马总统 非常好的朋友 就乱扯乱讲话 就说艾滋病啊 那就是美国人发明的 要来杀掉 要把那个 把黑人消灭掉 是要灭绝少数族群 其实不是 那 但他就是 要号召黑人 改唱这个上帝诅咒美国 对不对 把这个 乌巴马总统 记了个半词 那你就会发现说 如果一旦呢 有曾经受到创伤 然后呢 他就比较容易有被 被迫害妄想 那有一点点证据 他就无限放大 真的是人性很像 台湾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呢 我跟你讲 当然会 我等一下讲 好 那维系人力研究的两大机制 第一个呢 你要审查 第二个呢 你那个受策者要同意 就这两个 好不好 那这个是以后 在座的视频朋友们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 那人家邀请 你要过来参加一个医学研究 你可以慎重考虑参加 因为确实是 参加的话 对于增进 医学的知识呢 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如果大家都不想要参加 所以医生也不想要 该怎么治疗这个 可能疾病 或者这个药怎么用 我们就比较不清楚 所以 确实参与这个研究 是高尚的 但是呢 一定要符合 所有规范 那现在 有关人体研究的规范 的伦理呢 已经非常严谨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认为是这样 大家都 不伤害原则 为善原则 正义原则 尊重自主原则 很多原则都弄得很清楚了 这个都是跟法界的人学来的 宝贝观念 他当代几个六大的 这个 原则 医学论理呢 就是不伤害原则 然后行善 然后公平正义 你有自主保密 然后呢 诚信 这样的一个原则 病人权利 有的 你有身为一个病人 你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权利 你可以得到好的品质 你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样 这个接受治疗 那你这个病情 然后也有这个 这个被保密的这个权利 等等等等 不在这边细讲 接下来要讲 今天我可能演讲话 比较多的时间的重点 就是说呢 我们的政治伦理 应该包括哪一些 哪有哪些重要的原则 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呢 我们发现了哪一些 跟医学前面那边 有关的研究 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人性 那了解人性之后呢 我最后的主题是要讲人文 人性是这样 人文的素养还在提升 不能够放纵人性 这个是在这边 好 最有名的当然是政治原则 当然是英国的思想家 米尔的伤害原则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行为 会去伤害到别人的时候 我就要干涉你 你不能伤害别人 一样又是尊重生命 不管是社会 政府就可以采取行动 包括法律或议论呢 来干涉你 不能够去做伤害别人的事 那补充当然是 伤害别人也要合法干涉 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你不能够说 意图各方面呢 那就要做这个动作了 那不心动有时候 也会伤害别人 该救人你不救 那你伤害到别人也不行 这个当然补充的地方不重要 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如果你要意图伤害别人 人家就当然可以制止你 就这么简单 有些朋友们可能会觉得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讲出来 谁先讲的 就算这个谁的想法 这个米尔的伤害原则 简单明了 下一个 米尔呢 很麻烦对言论自由有想法 这个会引申出来 刚刚我提到的 陈毅毅没有办法来的事情 就是跟这个有关 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可以乱扯乱讲到什么程度 这是言论自由要保障的范围 那米尔呢 讲到说所有思想 几乎了 刮起来 所有言论都应该保障 包括邱毅说的武力统一台湾 也应该保障 这样 哦 我有些同学 邱毅怎么武力解放台湾 不行 把他赶走吧 这样 如果言论整治 通通要保障 就米尔来说的话是这样 那政府或人民都没有权力去压制 任何一种单一的言论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准他讲的那个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到底是不是对 说不定他讲对了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那就算是我们认为他是假的 你不让他讲也不太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会让真理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不会让真理 比较不容易变成僵化的教条 简单讲 在座的长辈们 你们一定会有一些子女 你叫他明明不要这样做 不要做 他就拼命咬 你就让他去试试看 然后呢 学个教训 然后呢 看看怎么样 你再跟他好好讨论 有时候呢 变成这个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那一般人的自由讨论呢 还是有一些必要 这个是米尔的自由论里面 在讲到言论自由论的时候 放得很宽 当然有一些思想家 就是稍微修正一下他 就是你自己在表一眼去讲话的人 讲出的内容 让那个听到人 有时候会受到影响 不只有这样的关系而已 还有旁观者 还有第三者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就加进来 刚刚讲到那么空泛的 比较简单的这样的原则 那如果你的言论自由要接收到这个 这个自由原则的保障的话呢 你要以听的人的利益为优先 为中心来思考 然后你这样的言论自由呢 是有助于真理的传播的 不是在讲错误的 伤害别人的东西 那有助于理性的发展 那有因为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有助于民主的运作 那我先讲一个民主 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 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 酒鬼也来投票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脑袋空空的也要来投一票 他也一票我也一票 那是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民主就是笨蛋家权 对不对 是吧 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不太好 但真的是民主 某种程度上来说的话 一个目不示钉的人 竟然跟我呢 书念那么多的人都要投一票 他也一票我也一票 怎么公平呢 我们就是这样 大家怎么办 我等一下会把这样的问题困难点提出来 我们老祖宗小就知道了 应该怎么面对这群 有时候园云众生 很多事情非常直 非常鲁莽 非常冲动 不能够做理性的抉择的这群人 应该怎么办 我们等一下会讲 再来讲 John Rawls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 他有讲到正义论 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自由原则 每个人全体都平等 那如果经济上有不平等的话 差异原则是第一个小的原则 你要让最辛苦的 最不利的那群人得到最多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差异原则 让最坏的人得到最多 第二个是公平机会原则 大家机会要均得 那让所有人都还是有这个公平机会 去争取到所有的机会 只觉得 那第二个小原则 会盖过第一个 公平机会 比较好 差异原则 稍微摆在后面一点点 那另外一个呢 他也提到说 我们要去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个无知的荧幕呢 屏幕呢 盖下来 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一家小孩子 哪一家的人 你的身份地位 你的收入都不清楚的时候 那你认为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的制度 应该怎么去运作会比较好 一张捷运票呢 应该定价多少比较好 六十五岁 是不是要不要钱啊 等等这样 你就把它想象成为说 我不是一个真正具体存在的人 是一个飘在空中的人 什么人也不是 那你认为这件事应该怎么做 这个叫做无知之目 那你一旦呢 放下你的无知之目 不知道你自己的利害关系的时候 你就变成一个公正无私的法官 变成这样 你就会下的决定 就会比较公正的 接下来 这个英文呢 很抱歉啦 我就是稍微讲一下 我们现阶段建构在 这个政治哲学的思想里面 大概有四个面向 可以来讨论一下人的道德 那人道德呢 第一个呢 是无条件的意思 这是康德又来了 康德的义务论 也就是说 他的说法是 你只要呢 是互动的对方 是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有理性 可能有理性做出决策的人 我就要全部的尊重他 那我的人生呢 是以服务为目的 没有任何条件 我的道德就是不伤害人 然后尊重他 用义务论的方式来看 理性论有 宗教论有 最下面这个叫科学论 那我要花比较多一点时间呢 从科学角度 那跟大家来读书报告一下 因为我读了一些资料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读书心得 那这里先讲一下这个英文的翻译 是社会直觉的理论 所以我们在道德判断的时候 完全都是听别人讲 然后你就直觉式的就反应了 就这样 他的说法很简单是这样 好,来往下看一下 这我稍微先讲一下 这个科学计谋理论 这个作者 这个Jonathan Haidt 这个英文不重要 就是H先生 这个H先生 韩国语好像也是H嘛 穿H 这个H 这个H先生 是非常著名的道德学家 他呢 观察到这个群众的道德心理 跟总统大选之间的关联性 很有意思 2004年的时候 去改写了 那个时候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叫Jon Carey Jon Carey 他的演讲稿 改写而已啦 私底下不改 讲得这么懒 一句话也不会说 说得这样有气没理的 也不会感动人心 这样 这位H先生 就这样在骂 这个凯瑞 这个总统候选人 凯瑞呢 2004年没有选上 2008年 奥巴马总统 当总统的时候呢 把这个Jon Carey 请去当国务卿 所以呢 他是奥巴马总统的国务卿 他是非常能干一个政治人物 好,那2004年反正就落选 那2005年呢 民主党就邀请这个H先生 去他们党部呢 去跟我们讲解上课一下 什么叫道德心理学 就这样 然后呢 他就下个结论 圣选取决于你 讲话的时候呢 诉求多少道德元素 越多越好 民主党就是不会 只要那么两招 韩国瑜有点这种问题 我等一下讲 什么庶民呢 照顾关心你们 这一招没了 太弱了 那共和党呢 非常了解道德心理学 民主党不了解 所以民进党当然知道多了 国民党就比较烂 那没什么办法 就是这样 这是从书本上这样子讲出来 讲话也不会讲 这个演讲呢 所传递出来的道德讯息太少 这是他这样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中午快要到啦 肚子大家饿的话 中午如果要吃饭的时候 我这个问题 是这个H先生 他的教科书上这样问的 问美国大学生 如果呢 有你的同学做出以下的行为 你可以接受或赞成吗 跟死即发生性行为 这个问题很恶心呢 结果美国大学生都说 没关系 熟没关系 你只要自己去房间 里面关起来 不要让我看见就好了 但是我们台湾的学生 就不一样 阳明大学同学都说 怎么可以跟死即发生性行为 你问他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也没有活鸡啊 对不是活鸡 虐待动物嘛 对不对 死掉了对吧 那我也没有工人尾系 为什么不可以呢 那阳明大学同学说不出的所以 反正就是不行 我还有在北一大那边上课 北一大同学比较自由开放 没关系啊 那是他家的事啊 两个学校的学生就反应不一样 恶心这件事情是关键 你就觉得不对劲 就觉得恶心 所以你觉得不能做 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类啊 道德最重要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就是恶心 人类面对恶心的时候 跟不道德的事情呢 我们脑部啊 还有身上的反应非常像 你遇到肮脏的食物 跟遇到看到不道德的事情 非常非常像的反应 充分表现在身上哪一块肌肉呢 肛门会紧缩吗 提肛 提上唇 还是眼睫呢 会变得大 还是眉毛就会往上叫 答案是第二个 提上唇唇 你的嘴巴就会变这样 好像看到长得像这样 对不对 你们才会看到人就是这个样子 那就是用这副呢 非常厌恶的眼睛呢 那个脸的表情呢 在看着恶心的食物 跟看着不道德的事情 这个最主编那个 因为字比较模糊了 那个是蟑螂 中间那个英文字呢 是乱伦 右边那个字呢 是不公不义 然后呢 都会触发你呢 恶心的这个 评估的机制 那这个文章是 最顶尖的学术期刊 科学 science 2009年的文章 他就这样讲 他怎么说呢 我们的 我们的道德的起源 是来自于口腔 所以嘴巴叫做oral 然后道德叫moral 所以他的题目就叫 from oral to moral 这样说了 讲得很好 因为这是科学上面呢 我们就发现 有这样一个现象 那这个是很有趣 那蟑螂呢 那女生哦 看到就在那边尖声 这个 尖叫 对不对 那男生看到了 没什么关系啊 那就什么关系 但他一飞起来 就不得了 哦 那鸡皮疙瘩就全不起来 对吧 在座有没有人 不怕那个会飞的蟑螂 有没有 我在猜大概 每个人都会齐齐皮疙瘩 这很不喜欢那种蟑螂 这个本性没办法 这老外话的漫话 对吧 我想大概是普遍的人性 恶心 就会歧视 就会伤害 艾滋的病人 学生啊 有好几个 就是因为呢 身上得到艾滋病毒的时候 被退学了 然后呢 被同学打了 在这样的同学眼中呢 那个感染艾滋的同学呢 是一只会飞的蟑螂 就这样 那我先讲一下 我没有说艾滋病感染 只是会飞的蟑螂 是不知情的人 对疾病呢 过度恐惧的人 就把对方看成是 很肮脏的会飞的蟑螂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这是在这里 这种恶心呢 这事实呢 非常有意思 它只出现在人类而已 如果你问黑猩猩 假的它会跟你讲话 你刚刚吃了你同类的肉 它如果会回你的话 又怎样 吃了我自己同类的肉也没关系 等一下你们中午吃便当的时候 便当里面吃到一根人的手指头 看你会不会凸出来 一定会凸吧 对不对 是嘛 其他动物呢 吃同类的肉都没关系 我们人呢 没有办法接受这种肮脏的事 所以这个人性 恶心这件事情 不会因为说这个食物本身会有毒 然后让你的肠胃 产生非常不舒服的反应 你就很自然 因为它不干净 你就突出来 这种本性呢 是介于兽心跟神心之间 我们人希望能够干净 像神仙一样 它是一个比较被低估的天性 只有人会这样 猴子不会 那另外有一本书呢 叫做《从恶心到童底》 那这本书的话 其实在讲 这个哲学家呢 非常有名的女性的哲学家 美国的哲学家 她是从恶心的角度来看 同志婚姻的关系 她认为说 恶心呢 这样一个胜利反应 不能构成制定法律 去禁止某一类行为的依据 她这样说 有争辩 那么我们等一下再讲 这个恶心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最近的新闻很有趣 去年的 西班牙演员说 我配上帝这样 然后被抓起来 因为那个西班牙是一个 天主教的国家 然后呢 她怎么说呢 I SHIT ON GOD 反正就是我朝着上帝的大便 然后她说 我还有很多的大便 然后又大在哪里呢 大在圣母玛利亚的这个教条 反正她就蛮肚子大便就对了 然后讲得很糟糕 然后就被人家抓起来惯 然后呢 紧静了 下面这句话 I'm disgusted 什么很恶心 有一个文章这样讲 这个很有趣的意思 他说 人如果比较保守的 比较容易恶心肝 如果你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人 到处游山玩水 那全世界各地的食物 你都会常常看的 你腊肠家腊肠肥的那种 台语这样讲 那你就比较不会恶心 是这样 那照理来说 这样演员 艺术家 比较自由开放的人 照理来讲 应该比较不会那么恶心感 但是呢 他在表达愤怒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恶心 这两个字 所以这个人的本性 我要讲的重点在这里 好 接下来 尊严禁师 这个我们已经过世了 善国喜宏一主教 他怎么讲 你知道吗 他讲到说 他在临终死之前 大小便失禁 因为癌症 在检查的时候呢 就出囚 然后呢 有一个刊物 照顾他 然后呢 离马桶两三步 你能不能忍 大出来 这样 然后善国喜这样 觉得自己很好 好像小孩子 也被骂到这个样子 无言以对 完全 堂堂一个鸿玉主教 让一个刊物这样骂 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因为大便臭的要死 耳心的要死 谁要去弄那个东西 是吧 然后第二次 第三次 然后呢 他就说 在医院的途中 尿又尿失了 前面是大便失禁 这个是小便失禁 就是把那个 半条裤子 还有轮椅 就是做电脑弄脏了 就这样上了 那个肿瘤科的放射台 医护人 那个技术人都看到了 他说连最后一点点 谨慎的尊严都没有了 然后呢 他就说这个是天主呢 感谢他 用强烈的进风呢 把他这个老树上面的 这个留下来几片这个 阻碍他的这个残叶呢 吹得干干净净 让他从小演成了这种 羞怯啦 矜持啦 自尊啊 这样个性 吹得无影无踪 烦恼还童 焕然一新 他是这样一个讲法 哎 生病很辛苦啦 好 道德有几个重要的元素 六个 如果你要感动忍心 你要争取对方的信任 善用这六个元素 不是只有讲 还要做出来 那六个是哪六个呢 第一个是自由 自由当然是很重要的道德元素 照顾 光怀很重要 这同样的英文字 那公平正义当然很重要 这三个呢 是左派的人 有时候自由开放的人 非常非常重视的道德元素 后面这三个呢 是所谓比较保守的人 你要忠诚 你怎么可以呢 这个去外面的 有小三劈腿啊 不可以 你要忠于 国家的爱台 怎么可以卖台呢 对不对 然后呢 权威 要相信一时女性的哲学家 对不对 要相信老师的权威啊 等等啊 不能够挑战 人家有专业知识的人啊 然后圣洁要挨干净啊 对不对 要拜上帝拜神啊 那这些呢 这后面三个 是那个自由派不信神的人 很不能够理解 这三个呢 很不一样 人就这样被分 约略可以分成两群人 一群比较保守 一群比较自由开放 那这个是他们做的 大规模的研究 就发现说 这分数给的很低的 这三个分数给的很低的 这是左派 非常比较自由开放 他只重视两个到三个 这个道德元素 自由这边没有画下来 这只有五个点 那反过来 比较保守的人 其他任何一个道德元素 都很重视 这就是为什么说 刚刚讲的 共和党是比较保守的 他讲出来的话就是有道理 人家一听就是觉得很对 对不对 要尊重那个教会里面的牧师啊 神父啊 要尊重啊 要尊重军人啊 要尊重国旗啊 这都是神圣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把国旗啊 好像有些美国的那种民运人 拿来烧国旗 对不对 怎么可以 拿来做内裤怎么可以 对不对 当魔部不行 那是神这样的东西 我们要尊敬他 那这是保守的人 跟开放的人不太一样 这是书本上写的 另外这本书呢 有讲到 我们有两个东西 把我们弄得四分五裂 一个是宗教信仰 谈到还好 谈到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不同 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事 另外谈到的是政治 把他们搞得四分五裂 这是书本上面这样写的 他是书名这样写 这个书非常好 你们有兴趣的吗 真的买来看 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一下人心 然后再来呢 他这里有讲一句话 简介里面 大家都应该要知道 自己就是一个 自以为是的伪君子 包括我在内 包括作者在内 他这样讲 真的是会如此 我们知道自己 就是一定会有一些偏见 知道的时候 慢慢提醒自己 或者有人提醒你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 好 这个是在这里 小朋友 怎么认知分辨呢 这个很有意思 小朋友 几个月大 然后他到底是会先分 大人小孩 还是先分男生女生 还是先分 你是本省人外省人 还是很有意思的题目 那科学家呢 就去做研究 想要去看看说 小朋友呢 几个月大 然后到几岁的时候 他怎么做 结果呢 早年的研究 这样说 大人呢 如果贴了小朋友的身体的照片 几个月大 小朋友一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怎么没看过这样的人 怎么那么大的头 老老的头 小朋友的身体是不对的 他就会一直张大眼睛看 嘴巴张大大 是什么怪物 小朋友很聪明 五六个月大 他就怕生了 他知道你是大人 不让你抱了 对不对 都有这种经验 但是小孩子他不会怕 他知道他是小朋友 这样 大人很快就会分 所以呢 有道理 这个呢 是年龄性别种族 好像这样分 但是 这个比较旧一点的研究 是这样说 最新 比较新的说法呢 应该是种族最先 几个月大小孩子就知道 你是不是自己人 怎么分的 母语 你在妈妈的体内呢 直光里面 你已经听了妈妈讲 母语讲了九个月了 十个月了 你一出生下来 你就知道说 这样的音调的人 就是自己人 你就比较熟悉 就比较喜欢 等一下看一下 这个研究怎么做的 竟然对几个月大小朋友做研究 好有趣 他是这样做的 刚开始的时候 小朋友都喜欢看人的脸 所以他就贴了那个照片 让小朋友看 小朋友爱看人的脸 这张看看 那张看看 看的时间停留时间 没有什么差别 再给你放声音 一张是讲母语的声音 一张是讲外国语的声音 想当然了怎样 你讲母语的那个照片的那一张 小朋友就比较爱盯着他看 时间就明显比较长 厉害吧 聪明 很有道理 然后呢 再来 你这个手上拿的玩具 你到底要哪一个 又来了 讲母语的那个人 手上的玩具 你比较喜欢 就这样 这个大概十个月大的小朋友 五个月大呢 怎么做啊 五岁左右 要怎么做呢 这个讲外国语的 另外那个讲母语的 你到底要跟哪个小朋友做朋友 当然跟母语的讲做朋友 就这样做 把刚刚说的那个结论就推翻掉 就是 魔语呢 是我们大概理解最先的 可以分辨 那这个就很麻烦 我给你讲 会分他我这些事情 人要保护自己 非常重要一个本能 但是一开始就分他我的话 就没完没了 就变这样 他们就是魔鬼 我们就是天体 就会变成这样 非常麻烦 这个类似的情况 我就不再人讲 那刚刚讲的 那个六个元素 六根柱子 这个保守派的人 你看每根柱子都一样粗 他都给的分数都一样 这个自由派 两三根特别粗 这三根断掉了 无所谓 刚刚两个三根 什么忠诚 权威 什么圣洁 听不懂 这个照顾 关心可以很重要 这个自由很重要 公平正义很重要 除了其他的 根本就不重要 这是自由派 比较左派的人这样认为 还有人是市场派的 只要一个自由就好 其他断掉也无所谓 美国茶叶党类似相关 这个税收越少越好 这样 这个也有这样说法 好 这张有点小段很重要 我花一点时间讲 这个是2014年又来一篇 最顶尖的学习期刊 他登出来一个报告 那这个报告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他日常生活当中的道德经验 非常重要 那怎么做的呢 他发现说 连受访的对象 关心照顾正面表列最高 你看这最长在这里 这个Moral Act就是 关心的这个正向很大很大 受访者都有报告过 我有看到人家关心照顾我 那我也有去关心照顾别人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别人帮人家开个车门 等等这样的事情 伤害别人不顾别人的 报告比例也很高 这个意思 所以 关心照顾别人的话 是正向表列 然后 Immoral Act 其他的全部都是负面表列 很有趣的人性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有趣的 那所以你知道吗 韩国瑜 之所以得到那么多基层的民众的支持 以前这些民众 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民进党支持者 就是因为说他真的去关心这些 卖菜的卖鱼的 那我就跟你真的是 在一起聊天喝酒 这个了解你的问题 跟你做朋友 那他就觉得你真的关心我 所以我票这票我就给你吧这样 那小硬反正高高在上 那就距离很远 所以那些 为什么他每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人就是会来出来 那些人真的基层的 这个摊贩 劳动阶级这些人 那你仔细看一下下面这边 全部都是负面表列 都是负的比较多 负面的比较多 那这个发现还发现什么呢 到底会传染 如果人家对你做了好事 你就也会去更有那个动机 想去帮忙别人 被做好事的话 你就会去做好事 道德之道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做了好事 你等一下可能就会认为说 我刚做了一件好事 我先做一件小坏事吧 这个叫做道德执照 这样 等一下我就会闯个红灯 没关系 这样的意思了很有趣 然后再来呢 第三个非常有意思 他说呢 我比你高尚 每个人都认为 我比别人高尚一点点 就是有发现这样一个特性 那在这里 我把重点就是 稍微跟大家再讲一下 除了关心照顾意外 取义到的道德元素 在一般人眼中 全部负面表列 简单讲个结论 人们总是爱说别人闲话 爱说别人坏话 这个gossip, gossip是闲话的意思 这个闲话 说人家背后说称道士 三姑六婆 很重要 不能够说全部都是坏事 因为你背后呢 这样子念他 说他 他就比较循规蹈矩 这样了解这个用意 他确实是呢 有时候你去骂别人 只要是公正的 不要伤害别人太过的话 其实他有他重要的 维持社会秩序的意义 这个是这样讲 那这篇文章里面 特别还有提出来这样讲 那这边呢 我稍微讲一下 这就是最上面 那个就是米尔的自由论 刚刚讲的 你就是伤害原则 就在讲这个 就是你不能去伤害别人 你要关心照顾别人 这个是政治哲学呢 最重要的原则 也跟科学做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 好,这是关心照顾 这是John 大概是美国最顶限的期刊 快到两百年前 一百年前 这个医师呢 是一个很伟大的医生跟教育家 他就讲到说 照顾病人的秘密 只有一个叫关心病 他就这样讲 因为那个care呢 这个字呢 英文叫做照顾 也是关心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以前一百多年前 最近一百年前 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这个临床医师 讲这样一个经验 没有想到真的是对 就是说我们在人的道德上面的反应 真的是如他所说 好,这非常重要 这个是生活上面很常用到的例子 如果你要取得一个人的信任 我刚刚讲不能够只有嘴巴讲 你要做 那人 你为什么会信一个人呢 因为他有一些身上的特质 你认为值得信任 你会赞许他的 那些东西就叫做道德元素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 因为犹太人 他其实是掌握到全世界很重要的钻石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他非常公正 我对同侪之间对客人都会很公正 那我也很专业 我有专业 钻石啊 这些切工啊 这些我都很懂 很专业 最重要下面这个 我跟同行之间呢 信仰同一个上帝 三四个元素绑在一起 你怎么会不信任他呢 所以呢 他就不需要再去请那个律师啊 我要公正一下 说这一颗是多少钱啊 然后呢 你建家的时候 你说了就算 我才不会管说 你讲的是这个有夸大 没有我完全相信你的为人 我在运送的成本也低 也不要律师在场 然后呢 各方面各方面都省下来很多钱 所以呢 他就主导了全世界的钻石市场 都是背后都是信任元素的原因 他使用就是跟鸡尾酒疗法一样 所以你去看一下 韩国瑜只用一个关心是不够的 他要加别的 民进党现在的诉求呢 台湾安全 对吧 如果不安全的话 我会失去我的自由 自由非常强烈 还有呢 你要爱台湾不能卖台 那是忠诚 都是非常非常道德强烈的元素 那这公公这两个 你就很难防了 那韩国瑜有没有其他招 那看他想不出来 想不出来 当然会有招给应付 只要不要跟他用同样 或者用同样 那你另外什么做法都可以 这是这个武功里面的招数 多几招都要学才行 好这个是这样 那道德静谋理论是怎么做的 就是其实做了很多的研究 包括你去读圣经 圣经里面有哪些禁忌 是不能做的 那人类学的民族制 登记了好多好多那些 部落里面的人 这些民众呢 那他们的生活方式 有哪些禁忌 食物有哪些禁忌 性行为有哪些禁忌 然后呢 很多的这个 尸体的储存 有哪些禁忌 都要做研究 这个是这样来的 那后续有些研究发展 就叫做生物政治学 保守开放呢 都是天生的嘛 这是最近这几个月 才出来的今年度的新书 那都讲了很多 都是刚刚讲到的 脑科学跟认知心理学 了解到人为 真的是这样 很有意思 就分一个保守 跟一个开放 好这一招呢也很有趣 比较保守的人 比较怕危险 比较容易被雷吓到 然后呢 对细菌呢 食物呢 比较紧张 这样 那他有不同的神经传统不成 自由派的呢 没关系 这样子 那么食物啊 跟外面都 追求感官呢 就比较不一样 脑部真的不太一样 传统的脑 跟这个 自由开放的脑 不太一样 刚讲 自由派的人 开放的人 比较不会恶心 保守的人 比较容易恶心 我先讲一下 这没有什么对错 就是你的体质啦 就简单这样讲 那某些脑区 会比较大 那保守派的人呢 情绪中枢 会比较大 那分类呢 他比较 这个简单一点 那这个保守派 分类要非常严格 要嘛爱台 要嘛就卖台 就这两类 没有说我 可不可以说 去中国再做做生意啊 那 那也不要投你民进党 我也可以算海台 不可以 这样 那这个就是 比较保守人的说法 然后呢 对于模拟两可的东西呢 什么九二公式 就是听不懂 这样 那容忍度很低 那如果你对有一些 模拟两可的东西 容忍度比较高 你也比较属于 自由开放的人 那变这样 这非常有意思 那容忍度 对于模拟两可的东西 容忍度比较高的话 你就会比较幽默感 因为幽默的 有时候就是有些逻辑 一相接的时候 接不起来 然后一想就会很好笑 那幽默是需要一点点 稍微开放心胸 然后对有些奇奇怪怪东西 组合起来呢 可以包容接纳 你就会大笑 这个非常有意思 那保守的人比较不会 这个幽默感 可能稍微差一点点 好大概是这样 刚讲体质 有没有本来是自由派的 会变保守派的 有 你受伤害了 911的研究就是这样 这研究做了十几年 这个将近十年 这个2001年的时候发生 然后这个研究 一直追到2012年 这是做什么意思 你如果原来是支持共和党的 结果911 不要让你清楚你的家人 或者邻居就死在双子行堂 我告诉你 就恨死那些回教徒 你就开始变共和党 那真的是这样 他的研究结果是这样 那你的投票率啊 都会增加 你捐款也增加 然后自由派被保守派 就这样 这个非常重要的研究 这个是 美国国家科学院报 就是科学院士 他们所做的研究 2013年的一个报告 也都是最近的事情而已 没多久 好 接下来呢 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再解释说 我们人 为什么那么直接就反应了 这人的 A是假设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直觉 马上就采取行动 直觉判断 事后呢 再想看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那事后再找理由 推理 然后呢 你的这个理由 或者你的做法呢 会影响到你的朋友 B 变成他的直觉 他的直觉呢 变成他的行为 行为就 事后再想一想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还是这样绕来绕去 所以呢 你的判断跟你的思维呢 是根据别人来 所以这个叫社会的直觉理论 这个道德判断是这样 你的东西全部都是同才影响的啦 你都是同一个脸书里面的朋友的统温层的资料啦 不然你就是都看中天台啦 要不然都看民事台 善利台啦 你只看这一台 你不看别台 那你的讯息就是这样 会变成这样子 那这条虚线呢 很小 这是你经过理性想法之后 你再来行为 看一看 这是康德的说法 人要想清楚 在做事情 那另外这条虚线呢 是你冷静下来理性下来的情况下 你去观照到你自己的直觉 这个呢 是很高很高的身体实践的功夫 这个叫做个人的内省 内观 private reflection 自己反思啊 东方有很多这样的练习的技巧 大概只是断掉了 打坐这些都算在内 那这里有一条线呢 是什么呢 好人为什么变邪恶呢 是这条线 社会说服 大家都这样做啊 那我就可以这样做 本来就这样了 是吧 我们来看一部影片 这个影片呢 是美国大联盟 第一个黑人 棒球员呢 到这个大联盟的殿堂里面来打球的时候 所受到的屈辱 然后大家白人都讨厌他 Nigger get out of here 不要来 我们讨厌你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标题呢 就写说仇恨呢 会衍生出仇恨 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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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小朋友的脸 看小朋友的脸 好 好 好 看小朋友 Negger! We don't want you here! Since it's not planned, they're expressing their displeasure as the Dodgers take the field I promised him to go to try and snike the inciting of the road to turn on a captain in the region shore The fans are screaming back and they'll tell you, George's Speed Racer is our money This is the Speed Racer you'll ever use I'm sharp, feel sharp, be sure My friend will come here This is the one who's the one who likes the broken ruh This is just a bunch of crap. I'm fighting so warm We won't have won that song because our fauncek starts to hell now We just ran out of ammunition We'll look next time, can we? This is the one who is our friend We've got a friend 你看看小儿子的脸 他非常困惑 为什么我最喜欢求援 我们都在骂他抱着他 脑袋打结了 非常好 他开始在想一些事情 不应该去歧视一个 跟我肤色不一样的人 OK,下一章 道德心理学有三个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 我们都直觉式了 看恶心的食物了 这是第一个 你不会是先想 一定是直觉 现在科学理论告诉我们 第二个道德有六个元素 不是只有公平 什么关心照顾 这本书我觉得他引得非常好 他竟然引用了孟子 他就讲 孟子这样说 就是 李懿之悦我心 如除患之悦我口 因为有动物的肉很好吃 我吃在嘴巴里就觉得很开心 就好像说 如果有李懿的言行的话 我看在心里面也非常非常开心 讲得非常好 嘴巴跟这个心是连在一起 非常有意思 古时候的人就跟现在的科学的研究发现了一模一样 第三个也非常重要 道德是让我们团结的 也让我们盲目的 英文这样写 Morality 把我们迈在一起 然后也blind地帮我们弄瞎了 所以你从来不会去听绿营的人在讲什么 当然反过来你也不会去听蓝营的人在讲什么 不是就这样吗 对方通通都是魔鬼人 反正就是卖台的 或者反正就是烂人 就是这样的 人性就是这样 全世界最怪的人 这个英文叫weird 选样偏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是2010年的文章 这是行为跟脑科学的研究 这个学术的分数很大 weird是什么字呢 第一个是w 西方的意思 e是高教育的意思 educated r是industrialized 工业化的国家社会的意思 r是rich 比较有钱的 然后第一是民主化 democratic society 全世界这样的条件的国家地区不多 台湾严格讲起来不太像是weird 比较接近 中国怎么会是呢 印度怎么会是呢 甚至连日本可能都不算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道德心理学 人类的很多研究 全部都是weird 里面的社会里面的白人做出来的结论 然后强加在我们所认知的人类的身上 我刚刚讲的那些理论也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有个参考值 就是你要知道一下有偏差 偏差方向可能在哪里就好 但是有非常严重的选项偏差 那审查领域包括哪些呢 你的视觉感知啦 公平的观念也不太一样 道德推理也不太能仰 一堆啦 反正就是其实 每个社会其实每个人想法不太一样 那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民主啊 就一定比较好啊 你们怎么样的东西 个人主义就一定比较好 人家部落主义有什么不好 我以家人为心考量 又不是以我个人为考量 难道这么不好吗 其实每个社会真的不太一样 这个先讲一下 要尊重跟我们不同社会的人 接下来讲一下商业社会 这个卢梭跟杨汉史密斯的对话 这个要讲一下 现在最麻烦的王黑 杨慧如 还有其他网军乱搞的 那这个呢 卢梭是左派 下面也是马克思 再下来呢 是霍南特 这是法兰克福学派 德国的这个哲学家的思潮 右边是大会休姆 往下是Karl Popper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写一本书 批评马克思 其实讲的乱扯 那另外一个是索罗斯 索罗斯最近要去聚集港币 损失了好几亿美金 被劳共打败了 中间就是鼎鼎大名的亚当史密斯 他回应了卢梭提出来的问题 亚当史密斯跟大卫休姆是好朋友 两个人终身都没有嫁 没有娶 不是没有嫁 两个都单身 非常有趣 不晓得是不是同志 我现在再研究一下 看不出来 左派的人 这个一脉这样下来 右派一脉这样下来 那我要讲的是 这个思潮到现在还在辩论 左派的是希望政府大一点 多做一点事 右派是希望政府小一点 不要做太多管同管系的事情 大卫休姆这句话讲得很好 理性只能够当热情的奴隶 这句话跟现在的认知心理学 一模一样 所以休姆被尊称为是 现代的认知心理学之父 这样非常厉害 你知道他的作品 连康德也爱念 然后连爱因斯坦都爱念 据说爱因斯坦相对论 是受到大卫休姆的 这部作品的启发了 非常非常有意思 好 我们下面看一个 这三个 卢梭提出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分工 以前我一件事情 从头做到尾 我一个家具 从砍树慢慢磨 然后弄成一张椅子 我非常有成就感 我现在只能过来 盯那个重复的动作 做那些枯燥无聊的事情 到工厂里面 做业人女工 就在做这些事 确实你尊严没有了 重复做那些无聊的工作 沮丧了 然后钱可能也没有连的比较多 但是整体的社会 因为分工的关系 生产量大增 有好有坏 他这样说 第三个追求不幸福 他说 真的是追求不幸福 我们一天到晚在那边 用用路路 希望能够多赚一点钱 买一些好东西 那些东西不会让你幸福 亚当史密斯 完全同意 这个卢梭所讲的这句话 要幸福 他是内心宁静 就幸福 不是你外在的物质 他这样讲 那舆论这件事情 就很麻烦了 他的英文叫做 The Empire of Public Opinion 众口朔尽 来了 这个是当年社群媒体 当代的社群媒体跟网军 跟以前的 大家的嘴杂 胡说八卦乱骂人 一模一样 完全一样 那当然这样的现象 我刚刚讲 有他的好处 也有他坏处 那亚当史密斯 花了很多时间 在回应卢梭提出来这个问题 那我就稍微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要讲这个 二职的政治文化 那这是最尽情中的事 对吧 那有一篇文章 这个杨渡自身的记者 就写了一篇文章 他的line群组被人家翻掉了 就有那个 应该是职业网军 就把他弄掉 然后他就说 杨慧如已经示范了一个 怎么黑一个人带风向 然后再发动媒体报道 终于把一个人 带到死路的技巧 带风向到底是谁呢 有他怎么要出钱 他价格很高 一拿花几百万上千万 是吧 那这个邪恶的魔头是谁呢 他这样写我不敢讲出来 反正就是 罪有钱罪有事的人 你们自己去看是谁吧 那当然怎么办呢 你要这样搞的话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比现在要被弹劾的川普 那个罪恶更严重 讲真的 那你用那种暗黑的力量 再做一些为了自己的 那个私利的事情 真的 我们现代民主法治社会 不应该预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好 那如果不是拿钱的 是哪些人会做这些事呢 我告诉你 变态 真的研究都出来了 就是说呢 他是网络白幕 或是网络的这个剧魔 因为英文用的名词不太用 他是psychopath 在这里 红字写的 虐待狂 还有同理心 什么意思 他知道你在受苦 他就虐待你 看你不舒服 他很爽 就这样 目前做出来的实证研究 大概是这样 那你看他在电脑前面 就变一个鬼了 这样 这个研究大概这样做出来 然后呢 我们每个人都会白幕 因为我们刚刚讲 我们每个人都会 话气一上来就乱骂 是吧 每个人 你会写负面文 你讲负面的话 负面情绪特别多 就都会 那晚上呢 就特别特别容易 然后呢 你白天就睡觉 稍微好一些 然后就会变这样 每个人都会 白天比较开心 晚上比较上心 所以你就乱骂 写一些负面东西 时间会疗愈 你慢慢会往下降 负面文 会引来更多负面文 就刚刚那个棒球的故事 仇恨会衍生更多仇恨 还是如果把它关掉 一直烧要干嘛呢 对不对 就是变成这样 这研究都是 我都拿到比较新的研究 我都这两年了 我花很多时间 两个人晚上没睡觉 真的 然后呢 脸书上呢 暗黑四兄弟 这个人同时四个非常糟糕的个性在里面 第一个叫自恋狂 再来马迹为例 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再来心里变 他又来又来虐待狂 反正就是这样 这很麻烦啊 这个性呢 就是如果不是网军的话 他大概就是这些怪咖了 那怎么办 不要离他们吧 不要离他们吧 要不然你就制止 网络上是这样啊 实际上的群众运动里面的人 我告诉你有卧底的 香港的反送中呢 看到有些新闻媒体上报道 那个知书满 猪之满机 你可以知道说 可能有中共的警察 混到港警里面去 混到群众里面去 用破窗效应 我先丢第一个砖头 我先丢第一颗汽油弹 大家就跟我丢了 知道这意思吗 群众很容易被带了 太容易了 因为人的愤怒 很容易像去点火 一支网纜会 一支网纜会 不是都这样讲吗 老闻冲这样 这个烧就是这样烧来的 不能够再这样做了 因为不能再杀人 不能再伤害人民 韩国瑜呢 有人卧底 他还不是卧底 他就是版主 搞了十几万人 韩粉崩溃 就这样搞啊 这还不容易 如果你有个目标的话 我就让韩粉就变成激进 然后就把你整个翻掉 然后你再看一下 这三立新闻 那下面就写得很好 太爽了 这样哈哈 笑死了 这就是比较 那个知识本土的年轻朋友 哇 这不去不很久 太有耐心了吧 有内鬼 这样 哦 真的 那下面有人就讲比较中肯了 太扯了 但是总觉得 这样不是好事情啊 虽然我不喜欢韩国瑜了 但这样做很没品啊 什么这样 讲一些中道的话 他就这样搞嘛 而现在时代就是这样玩的啊 对不对 你拿钱可以吗 然后你要这样黑可以吗 反正但是就是这样做了 没办法 这是社会现实 228呢 国民党一样用老招这样搞 也就是当初啊 因为情职单位呢 现在这是台大教授这样写的 这报告大概设计之后 应该是蛮确定的 就是已经在闹群众运动了 你在杀人 在杀人了 再跟你杀更多一点点 杀更多一点人 然后呢 死伤惨动 只要掉部队来 很麻烦 群众是盲目的 很容易失扣 很容易造成大规模的死伤 非常小心 那人呢 有同情共感的盲从 不想必算 我时间到十二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部 《香水》 这部电影呢 其实是德国的小作家 讲法国的故事的一部 《香水》 我要你仔细去看一下 它做出来那个香水的手帕 引起人是什么样的反应 你把那个手帕 想象成为道德元素就好了 这样可以了解的意思 你能看一下 然后你去看一下 《云云众生》 就跟电影里面的画面 一模一样 就是他的老师 看着这个 胆战性精神 精神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把人操控成这样 政治就是这样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站在台上 被人家呼唤不够 你若是个演奏家 你若是政治人物 你好喜欢站在台上 接受台下对你的崇拜 这老师吓到来 这老师吓得了真的是 要调理出来最能够吸引人的感官的香水 就跟我们刚刚讲到道德远处 政治人物太了解这些东西了 太简单操弄了 但是你了解人性没有关系 你真的要服务那一群圆圆众生 这我要强调的重点在这里 好,换下个 众人都这样,女人最爱香水也这样 男人也是这样,众人都这样 众字的汉字是这样写的 我们要变一个公正物色的旁观者 好像齐柏林的空拍机 如果你不太清楚人性是怎么回事 我麻烦你也要服起来 如果你在蓝营或在绿营 稍微让自己服起来 想办法要服起来 让齐柏林的空拍机那个镜头 越高越好的时候 你就突然发现说 你周边都静下来了 没有那么多情绪 这是一种练习 正面冥想打坐 有可能让你可以到这种境界 众是这样 一双大眼睛在看着云云重睁 从高速往下看 明是什么意思呢? 在汉字的造字里面 是以前的时代里面 拿到战斧的时候 把他眼睛刺下 那个动作是这个意思 所以民众的明就是盲目的意思 本来就是这样 民众真的就盲目 那你不懂的东西的话 包括老师我在内 我在内的话 我也是云云重睁盲目的人 一模一样 古今完全不变的人性 感性跟理性的不对称 我们喜欢让人家赞美 不喜欢让人家责备 这是第一个 杨康史密斯的《道德情况》 在讲这个主题 第二个呢 我们喜很讨厌损失 喜欢得到的东西 但是损失的痛苦 远大过同等样东西的获得 大同公司就是这样 倒闭的人 当初的面板厂呢 损失不愿意割舍 然后人家有达要买 他不愿意买 整个集团几百亿破产 然后真假也是不对称的 我们对假的东西 我们一旦有确认偏见 心里面有成见 我们根本不需要太强证据 甚至不要有证据 我们都觉得自己想法是对的 就这样 所以你真跟假的话 确实是非常困难 这个人性到现在为止没有变 那刚刚讲到说确认偏见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 自以为是嘛 那你要有非常强烈的证据 你才会改变你原来的想法 那这样的人性呢 那社会怎么会没有进步呢 有进步的重要的地方是科技 我刚刚一再强调这个东西 好 人类文明的眼镜等于 不变的人性 再加上不断进步的科技 大概是这样 再看一下人 民众是这个样子 好 那剩下的时间的话 我可能要稍微快一点点 因为我们时间12点 我们知道我可能 讲 讲话 剩下大概不多了 大概是这样 这小朋友 跟妈妈之间的亲密关系 其实你会发现说六个月以前 其实妈妈说 我完全全心全意照顾小孩 小孩子呢 只要一哭就有人来伺候我 他是绝对的依赖起 他是王这样 对吧 对真的是这样 慢慢的变无赖 什么意思 我一哭欸 妈妈怎么还不来抱我 他在那边耍赖 耍赖 刚刚我路过的那个小朋友就是这样 看他两人搭起来那边发脾气 看小朋友很有趣了 那他开始呢 就转移到相对依赖起 因为不是绝对的无助 他可能可以稍微转移一下 那这个时候非常有趣 小朋友这时候需要玩具 玩具干嘛 你知道吗 这个都是弗洛伊德理论 我觉得很有意思 某种程度上可以描述 一个正确的 这个母亲跟小朋友之间的关系 那个玩具或者枕头的一角 或自己的拇指 是让母亲不在的时候 你独处用的 你有个安慰寄托的对象 然后这样功能是属于一种中间领域 这英文是这样说的 它是一个幻想跟现实交会的地方 带领你的妈妈的意思 那这段过程非常重要 因为连接到 这有些英文字 我讲大概就稍微讲一下 因为连接你自己本身的存在 那没有这样中间过渡的地带的话 不容易在最关心你的母亲那种 离开或不在的时候 那你学不会自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 台湾呢 台湾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 一直都缺乏祖国的母爱的受虐企恶 从清朝一到台湾这个土地上来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成型的社会 然后呢 交互战争打败之后 各让给日本 被日本这个虐待 然后当作赤人公民 对吧 然后有一些台湾的这个先民呢 反抗 杀的杀的杀死的死 诶 国民党来又搞得恶恶吧 诶 你看 你就会发现说 有些本土意识的人 他的那个族群的认知 对 那个认同呢 确实是跟一个受虐的孤儿是一样的 因为他没有一个母亲 那完成了照顾他 真的是如此 很像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接受事实 不容易 从生到死 其实这个工作一直都没有完成 我们需要一些中间领域的生活经验 把我们连接起来 这样的中间领域是不受任何挑战 什么东西啊 艺术 宗教信仰领域 生病的时候 你就撤退 那小朋友就是玩游戏 你怎么玩 没有人会骂你 你在做白日梦什么东西 没有关系 退却的时候呢 你要对一样东西讲话 有东西讲话 没病 如果有人对着空气讲话 有点小 知道吗 一限资格而已 我们人要有个寄托啦 假设没有寄托 你就生病了 那这个是我们之所以为人 所以你就看到说 你看对一个死掉的人 他的墓碑你哭 没有人会说 那个石头也没有生命 也听不懂你在讲话 你干嘛对一个石头哭 你还是人吗 对吧 对吧 人家对着一个东西寄情在那上面 你当然要接受他的伤心 看着远方的人呢 他的照片 那在哭 那你当然同情 但是如果莫名其妙 那你有病 很有趣 病态群体 我们会有一种依赖群体 就是说如果说 我们今天没有独立成长的话 那么你就会发现说 整几人跟一个 不是成长很健康的小孩子 也会这样 那都是两边都是这样 那这个在持续下里面 大概就已经讲好 那你就依赖啊 那你就怎么样表现呢 你就深爱一个万能的课题 你希望说有一个人来拯救我 来领导我 如果他表现不好示茫 我就再不断地找另外一个替代的神 替代的领袖 依赖 都是这样 我没有特别说蓝坤绿 病态呢 被迫害妄想 这个头上戴着那个席波纸 因为我外星人会知道我的脑波 这样 不要被他影响 什么之类的 然后你被迫害群体是怎样呢 你被忽略不受尊重的早期经验 无法控制的侵略性 然后反应会过渡啊等等这样 然后呢 不是都一样吗 很像 我们总是会有一些被迫来妄想 然后总是会有一些 这个过渡意来说 某一个人就要当选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我们台湾就安定啊 就大家都变得更好啊 这都自己想得真的太单纯了 好 那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讲一下 是为了追求承认而斗争 这个是哲学家时候提出来的名词 人家不理你 你要争取 别人对你的承认 对你存在 不能把我当空气 你家里面的老公 如果你做那么多事 他都不理你 认为理所当然 你要跟他平了 要跟他斗争 你要承认我对家庭的贡献 然后这种被否定的这种经验是不易感的 很强烈 这种是在底层的民众被蔑视的这种痛苦 是产生了追求承认的斗争 我感觉韩国瑜的一些知识者就是这样 我苦得个要死 然后呢 没人理我 那我当然就激进给你看 我就表现激情给你看 就是这样 猪狗不辱 这是我们的前庭东主委讲的 然后中文医院一位学者也跟着讲 中国都要来了 要来威胁我们台湾的民主 你还要当一只猪这样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这样的说法 其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或一个政治工作者 其实层次还是差很远 不应该这样面对跟你想法一些不一样的民众 这民众就气了个半死 那种笑 刚刚这个非常有意思 那种 底层在追求承认的时候呢 过程是很郁闷 台湾整个呢 当然也是这样嘛 我们没有被承认 我们要努力的奋斗 得到国际对我们肯定的承认 要老共要正视我们中华民国的存在 这是同样的心情 那台湾民众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去中国话嘛 这不叫严肃 还是要坚持中华民国 都不好走 比良心强 去中国话有两三个方法 废汉字 废汉字 然后呢 这个黄春明小说家被抢 因为有一个成大的老师去骂他 骂到我们黄老先生 有气到用三字经标他 国骂这样 他说你是台湾人 你怎么用汉字写小说 我这个黄春明气到不行 我个什么摸钩 你在讲什么 气得不行 然后呢 血缘呢 我也不要跟汉人 中国人有关 你看一下彭清靠 是怎么愤怒的 彭明敏的爸爸在 龙印台的大江大海里面有一段话 讲他的愤怒 再这样讲 他说 彭清靠的儿子叫彭明敏 96年的时候呢 出来跟李登辉选总统 彭明敏呢 那时候搭的副总统是谢长廷 我那年我是投给他们 我没有投给国民党 我已经很绿了 然后你看一下他怎么说 他说 他看到的是一个出卖理想的 这个悲痛 他是看到自己爸爸 彭明敏 想到自己爸爸 因为他的好朋友被枪毙了 然后到这个地步呢 他甚至扬言说 会以自己身上的华人的血统 感到可耻 希望自己的子孙 一直不断跟外国人通婚 直到后代呢 再也没有一滴中国人的血 说自己是华人 你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有人要这样 都是杀人引起的 战争让人变成这样 OK 变成是这样 不能再杀人了 自我跟国家认同这件事情 这是笛卡尔说的 我是故我在 绝对理性主义者 我们汉字造识非常有意思 这个我呢 是古代武器名 所以你要按字面上来说的话 很简单 我战斗过我在 对不对 你要保卫家人嘛 所以你存在的人称意义 当然是这个 下一个呢 语起浩篇在的意思呢 是我做爱过我在 这个我们同学最爱的 你知道吗 我做爱过我在 真好 什么意思啊 这语起浩篇在的语 真的是男女性器官交汇的意思 其实你要繁衍子孙啊 是这个意思 古代武器人讲的真好啊 你看这个鱼啊 这个小传是这样写的 野蛮的野呢 是写的这样 旁边有个鱼嘛 然后呢 它再往前走一点一点呢 它其实是个 不是理 它其实是个 是 阴京的意思 在田边做爱的意思 没有田怎么办呢 然后往经文去的时候 在树林里面做爱 那个字也是野蛮的野 也是野和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呢 其实语起浩篇在这个语呢 其实就是做爱的意思 要繁衍子孙 人生的目的叫做保卫家人 繁衍子孙 那干嘛让我自己呢 你把它转成180度的时候 虚幻的幻就是 于转180度 你问到认同问题的时候 常常都有虚幻的意味在里面 真的是这样 虚实同时存在的 是在这里 好 这个都是大概 书本上有特别提到说 道德是这种虚幻的东西 它很强烈没有错 非常强大 但是它是一种共识的幻觉 它特别用这个名词 非常有意思 这老外用这个词很有趣 共识幻觉 跟我们的 我虚幻过 我再有一曲通空之妙 这个科匹 人家说它是 亚斯伯格症自闭症 结果他 你知道吗 他感情很丰富 他2005年 在他脸书上这样写 跑到黄花缸 七十二列射的时候 看那些墓碑 他哭 性情中人 他怎么哭呢 他就说 哇这个 他说去黄花缸 是他影响一生最重要的事 他走下台阶 摸了你一块碑石 就在想 哇一百年前 那些全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 在想什么事呢 为什么拿着短枪 就要跟清军那么长枪 那么多人要对干呢 几十万的部队 你不可能打得赢嘛 他后来知道 那些年轻人根本就是要自己去死的 我死给你们看 你们跟我一起死 把这个万恶的 腐败的满清政府退翻吧 是这样来的 很感人 所以他哭了 对吧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就世上就是有那么多疯子 我就是 哎 讲得好啊 哎我 没有说这是他选总统 我跟他这样说 只是他刚刚好像是这样 非常有趣 所以我就把他拿出来讲一下 那最后五四一百年快要结束了 好不好 当我两分钟 当我五分钟 就是民主跟科学够不够 我认为不太够了 人性自国国也没有错 那胡适写了一篇文章说 容忍竟然比自由还要重要 真的吗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泡 还有东西比自由更重要 有没有讲错啊 我认为没有讲错 但是客气更重要 忍很难忍啊 你如果没有客气的功夫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忍 你一下子就爆开来了 那你强忍的话 反而爆开来会更严重 那社会秩序 有一大堆这样的说法 我刚刚已经稍微提一下说 亚当史密斯文他说 写了这两本书 是为了让这些小鬼 苏格兰的贵族弟子 去念他的讲义 为了要治理天下 一把以天剑一把托龙刀 他们要学习好久好多东西 人文素养文齿折异都很重要 因为这些内容是丰富我们 真的很有限的人生经验 对不对 我们不太可能 过那么多不同的人生 然后去理解人家 为什么会这样想 为什么会敢做这样 没办法 所以就读这些东西 接近这些东西 会让我们更有素养的原因在这边 那这个是人家这样 在培养他们的政治工作者 未来要担当重任 要来管理众人 我们的国民党在搞什么 他们人才是怎么训练 你只去看现在混淆片 制作海报 那个什么文宣品 搞这些有的没有的 技术层面的东西 民进党更糟糕 都是搞一些说 这个如果新闻出现什么次 要怎么样子弄 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是沈富雄讲的 你们怎么不学点道呢 都在学那些树呢 卡拉格兰学校都在教这个 民进党在教年轻人的 新进的这些政治工作人员 都在讲这个 国民党还更烂 你就看一下 这是什么文宣制作一 文宣制作二 然后什么活动规划 搞这些 太可惜了 管理众人的事这么重要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训练 你远不如两三百年前的 国中生讲真的 同志婚姻呢 在台湾呢 我想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好不放了 那原本只是期盼说 大家能够稍微对同婚 能够理解包容一下 因为我知道在座长辈有多直觉 就我刚刚讲的 会飞的蟑螂啊 张兮兮啊 恶心啊 同婚怎么可以啊 我讲一下 我最终跳一下 曾经不被包容 平等对待的族群 同性恋 以前在西方是要被烧掉了 中国对同志呢 好像还稍微包容一点点 有断袖之屁啊等等这些 好像没有那么样子 抗 觉得同志就是病态 传染病呢 一样啊 鼠疫啊什么 女性呢 也没有被当作是 平等对待的 就是 女人在重男侵权社会里面 地位很辛苦 慢慢才有 有次人种 刚刚讲的黑白 你看生个病 我都还不治疗给你 基督徒呢 早年是被破坏的 社会主义者呢 共产党啊 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长辈 其实是当年 社会主义的理想 这个热心分子 后来就是被老蒋干掉了 国共内战嘛 有什么办法 你就是匪谍啊 台湾呢 台湾也是不被社会 不被国际社会接纳 因为我们打 打出了这个国共内战 然后我们剩下一块 小岛这个土地 然后人家就说 你根本不是中国 事实上很怪怪的 台湾又说人家是中国 不管怎么说是这样 父母很不容易接受 自己的子女是同志 因为我在做爱知房子 跟着陈一鸣委员做很久了 那子女啊 往往有时候呢 得到爱知病 都还勉强可以面对自己的人生 但是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爸爸妈妈一天到晚在骂我 他说我是变态 真的这样 同志呢 很不容易呢 取得父母亲的包容跟谅解 父母亲要接纳自己的儿子 是同志 很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很怕被亲戚朋友笑 你生得半男名 半男阳仔 半男半女 这样 讲话很难听 这个呢 是非常红的反笑 拿到金马奖 大奖 徐中茂记者呢 竟然在一篇文章写说 这部电影 在后面加两三句话 给中国大陆人看 他们都痛哭流涕 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我们保卫大台湾的片吗 怎么会中国大陆看你会哭呢 原来返校呢 当事人 男主角 真的是社会主义者 共产党 那导演没有把故事说完 子女能接受自己父母是共产党吗 更难了不是吗 爸爸要接受自己子女是同志很难 子女怎么可能会被 可能会接受说被老奖枪辟的共产党 很困难 那老共呢 你怎么拍一部片子 在讲我们当初八年抗战 八百壮士在上海市场仓库的电影 你让他禁掉你是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历史的真相吗 你怎么不会让你的中共的 中华人民共产国的人民 知道一下真正的历史呢 老共也没有办法接受我们是中华民国 大家都是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啊 不是这样子吗 对吧 人都有一些选择性的记忆 族群也会有选择性的记忆跟历史 那中间这一块 我稍微要强调一下 如果子女当年是被老奖干掉了 你不能要求他那么多 他还在疗伤 你就让他继续下去 那个比要求一个父母呢 要接受子女是同志更困难 那这个片子 如果你们有兴趣 要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美国的心脏科医师 他的儿子是老大呢 是同志 那他演讲讲的内容 非常有意思 时间关系没办法讲 普遍人性都是创造 韩国瑜说小时候不准打电动 蔡英文说买了纽约办事处 柯文成说陈菊做老师 我再当医生 大家记错了 都骂对方说说谎 你在那乱撑 其实不是人会记错 这是普遍的人性 只要我们了解 就不会那么样苛求 这个很常见 历史更是这样 人的历史 我们都会 族群都会选择现在记忆 对我们自己过往的事 然后那些 我们不想记得是 你看像那么多 民进党的 所谓转型正义的人 其实真的是 很多是匪谍 不要讲到那蛮听 就是社会主义的热血青年 不愿面对 没办法 这个事情就这样 恐慌谬 很吊诡 这个存在主义 沙特大师 就是赞赏荒诞俱 他最重要的哲学态度是说 善良是幻想 你把它放掉 邪恶也不再了 可以了解这个 很有趣的哲学态度 不要坚持那么多 正义也是一样 金庸五小小说 我们看那么多了 只有一个主题 就是正邪难分 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 台湾对于那些想要台湾独立的人 去中国化的人 他的国家认同 跟跨性别的性别认同的本质 是一模一样的 他要把他身上长的 那个恶心的中国的性器官 他要把他切掉 了解这个意思 真的是这样 如果是维持现状 那我就是同性别 被人家歧视算了 没关系 如果你是光荣正常的中国人 那你就是异性别 很像 那本质上非常非常像 那我们年轻人 霸凌我们自己的国家 中华民国 小的个年轻人 如果有兴趣就看一下 春节年晚晚会 就是蛮像的 这个跟我们现在的社会 在霸凌同志有什么两样 因为我们不正常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拿国旗 是参加明年的这个东京奥运 对吧 你就是不是正常的市民公民 就变这样 好 政治根本的问题是正邪 那我很快来讲完 是季先级 年纪好大了 九十几岁了 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 博士仁文这样讲 他说政治最根本的问题 不是在控制邪恶 而在限制你自己的正义 讲得很吊诡 正邪难分 他现在还九十六岁的年纪了 还赶快去见习近平 中美不要插枪走火 这样打起来不好 你看老计福利 很了不起 受人尊敬的人 那么年纪轻了之后 就能看出问题的本质 不容易 好 休息底的事情 到底要不要打呢 我认为打不起来 不会打 但是中国真的进步得太快 你看在一九七几年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赤贫 没多少年 不到百分之一 破全人类有起来的历史的记录 脱贫速度最快 今年的诺贝尔奖 是颁给贫穷经济学家 应该要颁给中国的经济学家 我认为 尊重别人的文化成就 那确实是了不起的 但是你看他这里 有演讲里面讲到说 他在波士顿 哈佛大学 有一座小桥 市政府搞了几年 2012搞到2017 搞了五年没修好 结果在北京三元桥 205年 43个小时完工 你真的拿他没办法 老共效率很高 但是他有很大的问题 我等一下讲 战争有没有用呢 我不是很清楚了 政治体制 中国呢 比较像原住民的大头目会议 反正就几个老大 就决定了就好了 那我们台湾呢 民主就是笨蛋加权 讲难听一点是这样 讲好听一点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 有学样的功能 这个去通话 去通三话怎么办 这是 吴斯莱退教 那帮他没冒头臭头 那韩国瑜的话 选情低落 跟他名单在上面 有关 其实有没有去听 不重要 听听习近平讲什么话 重要 习近平在那一天怎么讲 你知道吗 他讲说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 我们国父 被他搬走了 他抢走我们的国父 他说我们是孙中山革命 最坚定的支持者 什么合作者 继承者 我们150周年 没有什么鸟断 这种活动都没有 对 国父是什么东西 民进党执政了之后 不可能会要 那韩国瑜 今年9月28号教师节的时候 他还强调说 弘扬中华文化 是习近平这样讲 韩国瑜出席济孔 高雄的济孔典礼 这几年没有了 市长13年不参加了 副市长参加了 孔子也不要了 对吧 然后去通话真的去得很干净 就很麻烦 因为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刚讲 大概打不起来了 不会打架 但是你吵架 你总要吵得赢吧 是吧 你要把国父搬过来 你要把孔子搬回来 你怎么把重量级的打击者 把他跑到别的队去呢 怎么可以这样呢 是吧 这个很夸张 去通话只有只剩下 我们就失掉讲故事的正当性 中华文化当然在台湾嘛 你这个中国文化大革命 都都清得干干净净了 你知道吗 老蒋当年在撤退的时候 带人那么多的故宫的宝物 最重要是把中央研究院 三分之的人都带回来 没有过来的 全部被在文革的时候 全部被中国杀光了 那整个文化都断层了 所以他要讲中华文化 那不好 那你看看小英这一点 其实也做得不好 去年中国国庆的时候 他说我在替小狗过生日 你干嘛要说人家是狗 在过生日呢 这些是一个作为领导人 不需要的去羞辱对方的 这些动作 你互相要有友善的互动 那不能够是单方向的 是自我宣告 因为双方的话 确实是要有正向的互动 因为现今当然讲 几个中文候选人 平安讲 只有 但没有选的也算 就是郭台铭 或者是柯文哲 只有想应的 两个政策 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大家都希望 就稍微和一点 不要这样对干 这个确实是很麻烦 那当然这是我的个人偏见 不一定是对 那现在呢 失去了讲话的特色了 讲话的正当性就很麻烦 那最后两张 讲得快一点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习习大大说法 什么叫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 中国的传统文化 刚刚讲在台湾 健保局呢 办得很好啊 如果我们是一个稍微 对商人比较友善的 税减得多的 我跟你讲 这个制度是全世界 最最社会主义精神的政策 你不要花太多钱 你不会因为生病 你就变贫穷 或者贫穷呢 又导致生病 贫病交迫 这种最惨的人生经历呢 在台湾几乎不会发生 因为我们有个非常强 我们要感谢我们全台湾 那么辛苦的 照顾我们身体健康的医疗人员 那这个制度 我们要让它好好做下去 怎么加强呢 要往预防学走 我是曾经这个学会里面的秘书长 那陈伟源是理事长 要往常造走 那我们这样呢 把整个健康造务体系 透过大数据 透过穿戴装置 那我们现在的AI 各方面都很强 我们台湾有这样的制造能力 可以把这样的系统 可以建构起来 让这个社会主义精神的 好的制度更加巩固 我跟你讲 中国大陆 它那边的医疗造务体系不好 刚刚说的商业化 它的医保里面 全部都免费 因为重病很多 真的是家破人亡 他们因病制贫的人越来越多 很麻烦 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哪里 你知道吗 就在宝岛台湾 什么中国 听懂吗 真的是这样 我们要跟他吵架 我们这一点一定吵得赢他 不是这样吗 不打架 我们吵架可以赢他 知识分子要和解 民众是一群充满智慧的盲目者 不要看说那些人想要多赚一点钱 就是租口不如 真的很低贱 他就为了要吃饱饭而已 但是这么简单的任务不容易 要养家糊口不容易 是不是很高尚的目标 能够把家人 学费缴得出来 能够编当 编当钱能够拿得出来 不容易的 爸爸妈妈 不要看这么 用那么高傲的态度去看 那种底层的工作人员不好 那孔子这样讲 民可使有之 不可使之之 就是笨蛋 孔子就讲白了 就是笨蛋 但是他又怎么讲呢 他讲说 大学知道在明明的 你要去亲近这一群 充满智慧的笨蛋 一辈子替他们做到最好 至于至善 这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早就清楚 你要跟民众和解 不是像刚刚的陈明通 不是像刚刚的中文医院的吴俊仁 不能这样骂民众 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或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 你的层次还不够 你要从古时候的典章 去找到你的目标 那是古时候的人打坐 美国都在学我们东方在打坐 小朋友 美国海巡路上队也在打坐 我们都不见了 正面冥想太多太多好处 科匹打坐 打坐三十年 我没有人说要支持他选总统 抱歉 我只是喜欢说他有很多好的地方 让我们很惊讶 知识分子要跟民众和解 才能够漫向沟通的沟通体 然后你要想办法让民众动 说之以情才有效 说之以理没用 最重要的你讲话 你要政治以心 你知道你这样讲是对的 否则你就跟那些无赖的律师一样 你正反两面你都可以讲 对不对 你很会说服人 没有良心 不行 在雅里斯多德几千年前 就这样告诉我们 你要政治以心 你要有伦理才行 最后一章 儒家讲客戟讲负离 亚当史密斯讲客戟 客戟负离 远比容忍更重要 如果可以补充的话 我可以补充一下胡适 改一下客戟会比容忍好一些 那最后一章 这个是过程当中 死而后已吧 这样 是一个 你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你是一个专业人士 这是刚刚死掉的 不晓得大家也没有知道 这个钟春哲日本医生 一生几十年奉献在阿富汗 结果被枪手干掉 他呢 饮了很多的水 然后灌溉几十万个人 可以养得活的农田 最后是阿富汗的总统 台湾死而后已 另外这个人 苏格拉底 为了要启蒙希腊这些 盲虫的民众被刺死 我也去死 另外那个人是耶稣 你都要有那种准备 民众如果反噬 把你吃掉的时候 你也死而后已 没有遗憾 此次没关系 谢谢 最长这里 谢谢 道士长 耽误太多时间 不好意思 不会 我觉得 今天这个演讲 非常的精彩 我都不知道是因为委员 他成立这个预防医学学会 我觉得秘书长 您花了这么两天的时间 这演讲坦白讲 对很多的人而言 是印象非常 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演讲 这个我给您最后的定论 并且由你来讲 我想就是陈一鸣委员来讲 决定没有要讲到这样子 这就是因为 你的言语各方面 就是让人家听了以后很生动 我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 我专门主攻中共的外交政策 跟他的军事 就是你刚刚讲这个战争的问题 坦白讲 根本不可能 昨天晚上我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在看什么资料了 就是美国跟中共 第一阶段的和解 坦白讲 我自己在美国加拿大那么长的时间 我清楚的了解到 不是美国跟中共要干下去的话 不是只有中共受伤啊 美国也受伤啊 你看看美国所有市面上的金工月品 全部来自于大陆 你 等于说你对 大陆的产品 你加税 你就是对你自己的人民也加税 所以我刚才讲 川普就是疯子 美国是世界最自由文明的国家 你看他现在的作风 不够想想看 只有他最后他自己在做决定 不是由他的物料群做的决定 包括什么商务部长啊 国家安全顾问啊 那根本已经没有用了 川普就是一个商人嘛 川普就是一个商人嘛 其实这种结果 在我早就已经料到了 然后两个人说 谁怕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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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看到一个 川普说他要第二个阶段 再谈 中共说我不跟你谈 你两个看 中共说等到第一阶段 看看 结果 你要谈 他不见得 中共不见得要跟你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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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就是刚才 那一按秘书长所讲的 现在世界都在变了 我今天听他这场演讲 我是感触良心的 也受益良多 世界都在变了 世界都在变了 那怎么变 就是刚刚 任命师长讲的 他不希望战争啊 各位都知道吗 美国 中国 中国大陆 第二艘航母已经出来了 第三艘航母已经在建造了 它是 目标是六艘航母 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苏联 苏联唯一的航空母舰已经是火了 未来要战争 就是核子战 毁灭战 不可能打 就是刚刚 任命师长讲的 那是一种毁灭战 不可能打 尤其对大国与大国之间 好不好 那我想 非常感谢 任命师长 临危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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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了两天的时间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讲得非常好 我也希望把这样的观念啊 他不分族群不分党派 我们基金委也是不分族群不分党派 我过去请五个政党的立法院来演讲 我基金委成立二十年了 我强调的不分族群不分党派 我们让他讲啊 你不管你的观念是什么 我让你来讲 每个人都会表达你自己的思想的自由 你就听嘛 你不管你赞成或者反对 你就听 这么多朋友 你有没有问题 要跟我们任命师长请教都没有 我们也准备麦克风 让你来发问 请不要客气啊 机会很难得啊 请问 民事长 您对安乐时的看法怎么样 这是一个 好问题 我刚刚其实要讲 就是陈一鸣委员 其实在咨询大法官候选人的时候呢 他就主动提这个问题 我个人倾向赞成 就是说 生命走到最后 假设说有很多条件 是没有办法恢复了 那承受比较多的无谓的痛苦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应该是好的 那我也稍微提一下 傅大人先生 那个时候还在生前的时候呢 曾经到我们台北联合总院 去找了黄胜坚院长 谈安乐时的事 看能不能帮忙 我觉得黄院长是一个 医者父母心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临床医师 他就第一句话就讲了一句 他说任他 傅大哥 你走太快 我们跟不上 他把自己呢 医学专业的身份 低下来 甚至认为说病人 比较懂得多 理解得多 第二个他就开了一个玩笑 他就问说 傅大哥你这段都准备好了吗 对啊我准备好了 那你知道这个黄院长怎么说吗 那他笑我两点好了 然后傅大人一定好 两点 那就开玩笑 他非常幽默的人 那因为他这个过程是让傅大人知道说 我刚刚那个六个道德元素里面 关心照顾 他没有不理你的问题 他反权威 我没有高高在上 懂得比你多 反而效果很好 再来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傅大人 傅大哥 你是基督徒 你应该知道一切呢 只有上帝的安排 把圣洁抬出来了 他应该不是基督徒 我在猜了 然后你应该现在去做你 值得去做的事 然后这个唐光然就这样结束 我觉得非常好 谢谢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了 再次谢谢任命书长精彩的演讲 以及精彩的回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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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